今天下午2点 我们就开始重新开放 让还没有意愿登记的民众 尽速完成登记 这里面我们会提供一个新的选项 就是高端疫苗 不过现在开始接种的时间 还没有明确 我们要看整体的供应量 不过我们先开放给大家做意愿登记 目前它的EUA 可以使用的年纪是从20岁开始 另外今天下午的58.2万剂 是AZ的疫苗 今天下午会到 连同前面三批 我们购买的AZ的疫苗 到了188.5万剂 随时有好消息 我们还是会跟大家来做报告 这58万剂 我们也花了一些精神 做了相关的一个沟通 才顺利的进来 有疫情起 其实都充满了隐忧 所以到现在 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宣称说 他的疫情已经都控制完成 所以只能说神圣以对 提高警觉日子 他还是要过的 明镜需要您的信息 高兴